大家平安 我是黃聰迪醫師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打疫苗之前 你要做些什麼事情 讓你打疫苗的效果更好呢 現在因為開始開放打疫苗了 有很多人在網路上說 請問我打疫苗之前要做些什麼 我應該吃健康的食物嗎 還是吃維他命呢 還是要多喝水呢 今天我就要來提供一個方法 是經過研究證實 而且不是一個研究 是多個研究證實 可以讓你打疫苗的免疫力提升 我看到很多的Line群組啊 媒體都說打疫苗前後要多喝水 嗯... 事實上以科學的角度來講 沒有任何的研究證實打疫苗前或打疫苗後 你多喝水會讓你的副作用減少 或讓你效果提升 唯一唯一我上網看 跟打疫苗和喝水相關的研究只有兩篇 一篇是紐西蘭梅西大學 他說如果我們脫水的狀況去打疫苗 會覺得比較痛 所以如果你是為了這個理由怕痛多喝水 然後去打疫苗 這個我不反對 另外一篇是2017年兒科學的雜誌告訴我們說 打疫苗前喝水是沒有辦法預防暈蒸的 那時候很多人覺得說如果水喝多一點 血量豐沛一點是不是就不會暈蒸 答案是不會齁 這些研究大家都幫你做好了齁 至於其他的什麼要喝雞湯喝魚湯啊 吃蔬菜水果等等 我想都沒有任何的科學研究證實 對打疫苗的效果會提升 不過今天我就要來提供一個方法 是經過研究證實 而且不是一個研究 是多個研究證實 可以讓你打疫苗的免疫力提升 答案是放輕鬆保持愉快心情 你可能覺得說齁 期待來半天你竟然跟我講這個醫生常常拿來安慰病人的話 欸NO 我告訴各位 大家應該都已經了解了很多研究告訴我們 情緒會影響一個人的免疫力 譬如說壓力比較大的人或憂鬱症的人 在一些疫情當中他就特別容易感染或疾病會特別的嚴重 這個過去的感冒病毒的研究很多 但是你可能不曉得 這些憂鬱焦慮的情緒也會影響你接種疫苗的效果喔 1996年美國俄亥爾州州立大學的醫學院 他就找了兩組人去打流感疫苗 第一組人他找了32位照顧失智者伴侶的家人 你就知道照顧失智者伴侶其實是一個壓力非常大的 這個情緒會非常非常緊繃的一個工作 那找了這一群人和另外一個對照組就是同樣年齡 同樣性別甚至住在附近的對照組 兩邊各取了32個人 他們一起去接種流感疫苗 然後一個月後抽血 看看哪一組人打疫苗的效果比較好 結果你可以從這張圖可以看到 當初這些壓力比較大的族群 32個照顧失智者伴侶的族群 他們打了疫苗之後 利用ELISA或是HIR兩種方式去測他流感疫苗產生的抗體 就四倍上升的比例 只有38%到50%的人打了標 也就是說只有這個比例的人 他打了流感疫苗之後好像有效果 但是另外一個對照組呢 就有66%到75%的人他達到四倍上升的這個標準 這兩組的反應相差了大概1.7倍左右 你就知道在這種極度的壓力之下 甚至有點睡眠不足的狀況下 你打疫苗的效果是不好的 那不只流感疫苗 還有我剛剛說有其他的研究也告訴我們 像B型肝炎疫苗 2001年皮士堡大學 他就發起了一個很有趣的研究 他找那個大學生來打B肝疫苗 但在打之前呢 他請這些學生 這個五分鐘的公開演講 而且那個演講內容是 你現在被人家抓說你偷東西 你要辯駁跟人家說我沒有我是清白的 然後眾目睽睽每個人這樣看著你 那這一群有一些人 有一些學生他是非常非常害怕 他演講公開演講 而且要對這麼多人 相信螢幕前面的在座各位 可能也有人是非常非常害怕上台演講的 所以他就分成兩組 就所有人都要上台演講 但是那個一開始心理測驗當中 問卷當中說我非常害怕演講的那一群人 結果講完打B型肝炎疫苗 經過一段時間抽選檢驗 發現這一群人那一天疫苗的效果特別差 所以即興的焦慮跟緊張也會影響到你疫苗的效果 而且想起以前有一句聖經的話叫做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憂傷的靈死骨枯乾 你很悲傷連你骨頭都乾掉 以前我常常在馬街醫院看病 我自己小的時候氣喘病人 所以拿那個藥袋上面都有這句聖經 現在沒有了都以前有這句聖經 我的印象很深刻 如今我就知道這根本不是神學 這其實是科學 所以我今天給大家的秘訣是打疫苗前要放輕鬆 要心情愉快 要喜樂 你想說 講起來容易 做起來很難啊 你就只會講這種風涼話 有沒有方法呢 欸有 我今天就藉由三個研究來告訴大家 在打疫苗之前做這三件事情 可以讓你的情緒比較快樂 比較喜樂 比較平安 然後你打疫苗效果可能就會比較好 要一個人快樂其實有三個拼圖 三塊拼圖 第一塊叫做意志力的改變 the volitional change 也就是說我要決定做一個快樂的人 我要決定要開始運動 這個是一個意志上的改變 意志改變有時候會起起伏伏 第二個是認知的改變 就是要轉換你對生命的認知 活在當下 不要在乎別人的眼光 把握今天 這個是一個認知上面的改變 我們叫cognitive change 第三個叫行為的改變 也就是behavioral change 我今天要做這件事情 讓我快樂 讓我自己感受到快樂 前面兩者我今天就不討論 因為來不及了 你下週就要打疫苗 今天來改變意志跟認知有點慢 可是你可以在這一週就做這三件行為 讓你的快樂被提升起來 第一個方式叫做寫感恩日記 英文叫counting your blessings 數算你的恩典 2015年劍橋大學心理學博士Joseph Chancellor 他特地選在壓力非常非常大的日本東京日立總部辦公室 對就是那個日立 就是那個日本製造的壓縮計十分十一條日立 他在那個辦公室裡面執行一個感恩日記的研究 他邀請一樣32名員工參加六個禮拜 那分成實驗組跟對照組 那感恩日記這一組呢 他每一週只要一次就好 十分鐘不會很長 每週十分鐘請你寫下 你這個禮拜有一件很感恩的事情 感謝有同事幫忙我啦 或者感謝我這個工作完成的很好 我對我自己很滿意啊 總而言之就是寫一件事情 就這樣連續六週 所以他寫了六件事情 六週之後各位來看一看這個效果如何 第一個發現就是這32個員工裡面 有些人很認真的參與 但也有些人不認真參與 比如說每一週要寫一個感恩的事情 他就寫一個Coffee 就是啊我有咖啡可以喝啦 這樣算了吧 隨便寫寫就交差 那這種不認真的研究者 他的快樂指數在六週之後 就沒有增加反而還下降 那真正有效果的是很認真 每一週他那十分鐘都認真的去想 然後去寫下來的 你會發現這個六個禮拜當中 他的快樂指數是直線的上升 幸福的感指數直接上升 而且啊六週之後研究都結束了 他的快樂指數還會繼續往上升到第十週 所以你就知道哇這個滿有意思的喔 另外啊他們每一個員工身上都會背一個日曆公司的這個Badge 那這個Badge裡面有這個識別證裡面有一個追蹤器 所以他可以藉由這個追蹤器 知道這個員工每天活動的範圍 他走的步數走了幾步 結果研究者也驚訝的發現說 在這研究的六週當中這些寫感恩日記 認真寫的人喔 他的活力變得更好 也就是他的工作更勤奮 走的步數更多喔 這個就是額外的一個發現 一個快樂的人他才會在工作當中付出更多嘛 所以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研究 告訴我們寫感恩日記 就可以讓你很快的提升你的幸福感 你可能會說喔那好啊 那我就每天都寫這樣是不是效果就會加倍呢 答案是 沒有喔 這個寫感恩日記也是有劑量喔 就像醫生開藥一天吃一次喔 感恩日記的劑量是一週寫一次 之前加州大學和賓分校的 Sonia Lubomirsky 索尼亞柳波莫斯基教授 他就曾經執行過這個感恩日記的劑量的研究 他一個禮拜寫一次跟一個禮拜寫三次 看看哪一組比較幸福比較快樂 就發現寫三次太多了 變成這個功課喔 這個例行公式就變得無聊掉了 所以一個禮拜寫一次就夠了 我剛才介紹這位這個柳波莫斯基教授 他是一生致力於幸福感的研究 創作等身喔 過去二十年來有關幸福的研究 我今天引用的有很多都跟這個柳波莫斯基教授的研究有關喔 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買他的書來看 他的科普書叫做這一生的幸福計畫 很棒的一位教授 而且他的研究都很棒喔 好這是第一招寫感恩日記讓你變快樂 第二招就是做善事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獅子獸更為有福喔 剛才介紹這位柳波莫斯基教授 他在2012年就執行這樣的一個研究 他邀請9到11歲的孩子 連續四週每一週做三件好事 不用太大不用服老太太過馬路不用 你可能擁抱一下累壞的媽媽說辛苦了 這樣也算一件做家事也算一件 所以不用太大就做三件幫助人善心的事情 對照組就沒有做 四個禮拜就發現實驗組的孩子都變比較快樂 除此之外這些孩子在學校更受同學歡迎 你說怎麼知道 因為他們有去學校請同學評分說 你在班上最喜歡跟誰玩呢 四週下來那些有做善事的 比數分數直線上升 喜歡跟他玩的小朋友越來越多 而且你要記得喔 這些善心的事情 他們是邀請孩子在家裡做的 他在家裡面做了謝謝媽媽的事情 幫助家人做家事的事情 結果他在學校竟然人緣變好 你就知道那個快樂是由內而外散發出來 不是因為我幫助你所以你現在喜歡跟我玩 不是這樣喔 所以這件事非常非常有趣 一樣做善事也是有劑量的喔 劉博米斯基教授他也是試著說 這些善事集中在一天做 還是分散在很多天做 哪一種做法可以讓你比較幸福感提升跟快樂呢 答案也是一樣 一週選一天 把五件善事做完 比一週選五天 一天做一件善事來得更幸福 我相信那也是一樣 當你每天都要做善事的時候 你就有壓力 我今天還沒有服老太太 我趕快去路上找個老太太來服 不是這樣的喔 所以他寧願你一週一天把五個善事通通都做完喔 這是第二招讓你變快樂的方法 第三招叫做感謝他人 正向思考大師Martin Seligman Martin-Seligman 他以前曾經做過這樣的研究 邀請受試者一個禮拜寫一封信 去感謝你過去很想表達謝意但是沒有機會的人 你可以用寫信的方式 你可以用傳簡訊的方式 寫完這個感謝信寄出去之後 馬上你的幸福感就提升了 提升之後這個還有 腸尾效應 第一週感覺幸福 第二週還沒退 大概到一個月左右 你的幸福感才回到原點 就這樣寫一封感謝的信 就可以讓你幸福一整個月喔 但是寫感恩信有一個淡書 有兩種狀況就會沒有效果 第一種狀況就是你是被強迫寫的 之前有一個研究他就強迫高中生 每一週你給我寫感謝信 因為研究告訴我們 這樣你就會變喜樂 預備氣開始寫 高中生寫的就好煩啊 就亂寫了 當作業這樣繳交 發現一週後兩週後都沒有變快樂 第二個狀況是 在韓國寫感謝信這件事情也不會變快樂 可以看到這張圖喔 你發現在美國寫感謝信 這個幸福感就會上升 可是在韓國寫感謝信 幸福感真的會下降 因為韓國的文化可能覺得我今天告訴你 我感謝你 我就要報答 所以我每一週我就累積了多一個壓力 是我有天我要報答你 我有天我要報答你 我寫到第三週應該受不了了 我人生已經壓力夠大 我還要四處報答人的恩情喔 所以我想在不同文化裡面 這個寫感謝信的效果不同 不過在台灣我相信我們台灣人 比較沒有就是有恩必報這種感覺 就是我很純粹的感謝你 給予幫助的也不求回報的 我想這樣的感謝信效果就很好 好今天介紹這三個 一週選一天 利用十分鐘寫一個感恩日記 數算過去一週的一個恩典 一週選一天做五件好事情 可能小小的在臉書上留言稱讚你的朋友 或者是抱一抱你的另外一半說辛苦了也可以 五件三次在同一天把它做完 還有一個月選一天寫一封感謝的LINE或E-mail 讓重要的他人知道你很感謝他當年當時對你的幫忙 就這樣的三個動作 相信你在打疫苗之前你的喜樂感幸福感就可以爆棚 這樣你就打疫苗那天效果就會更好 欸我還沒有說完喔 剛才講的是你自己要打疫苗的話 你可以做這三件事情 但如果今天要打疫苗是你的家人呢 怎麼樣幫助我的爸爸我的媽媽我的家人 為什麼在打疫苗那天他的抵抗力可以提升 他的疫苗的效果可以提升呢 2016年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 他做了一個非常嚴謹但是又很漂亮的研究 他找了406位成年人先抽血 確定他們短期內沒有感染過流感或是B病毒或是冠狀病毒等等 確定他們體內這些病毒的抗體的濃度很低 然後連續14天他們就電訪這些人說 請問你今天壓力大不大啊 請問你今天有沒有人可以聊天啊 請問你今天有沒有跟你的另外一半擁抱 跟太太擁抱 跟先生擁抱 跟小孩擁抱 14天過後 這一群人被送到防疫旅館 再次快篩確定身上都沒有病毒之後 就請他們把頭抬起來 然後就鼻孔張開 鼻鼻病毒 有感病毒 然後就把他關在隔離房 這個研究真的很殘忍 隔離這五六天之後 看看他們有沒有發病 然後抽血看看他們的身體 有沒有產生抗體 結果研究告訴我們 過去14天當中 那些常常被擁抱的家人 在鼻孔低了鼻病毒 或流感病毒之後 他們發病的機率並不會太高 反而是那些過去14天 不常被擁抱的人 那麼他低了鼻病毒 跟流感病毒之後 隨著他生活的壓力上升 他的感染率就直線的上升 也就是說沒有人沒有壓力 你我大家每一個人生活都有壓力 但是如果我們的家人能夠給他一個擁抱 每天都有擁抱的話 告訴他說辛苦了 那麼這個壓力就立刻回到原點 然後就算感染了病毒 你也不會增加你的發病率 所以這是最後一個給大家的一個研究 希望今天大家很有收穫 如果是你自己要打疫苗 你可以藉由三種行動 來讓自己的幸福感提升 讓疫苗效果增加 如果是你的家人要打疫苗 記得在接種之前的兩週 每天給他一個溫暖的擁抱喔 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可以按讚、訂閱跟分享我的頻道 如果有任何問題 也可以在我影片下方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記得點選訂閱並開始更新通知小鈴鐺唷